天土皮火化 佛光山公布 劫出的涉粒子 有白色 藍色 還有琉璃色等等 數量數不輕 難以計算 但涉粒子到底怎麼產生的 佛教認為是修行圓滿 所劫出的 但顏色並不代表 修行的高低 但以科學角度來看 有兩種可能的說法 第一種是肝膽或是腎結石 另一種是骨骼中的鈣 在1600度的高溫下融化 根框物質在結晶所形成 但目前沒有明確的定論 容器中大大小小圓形珠子 魂圓飽滿看起來很堅硬 佛光山公布 星與法師土皮火化後 發現大量涉粒子 紅 黃 藍 黑 琉璃等顏色 如同圓形珍珠 數量佛光山說 數不輕 難以計算 佛教中經過修行土皮火化 解除涉粒子 相傳釋迦牟尼佛 有頭骨四顆佛芽 八萬四天顆色粒子 正眼法師也傳出 不僅有蛋白 綠 藍 三色色粒子 還有色粒花 微距老河上有米白色色粒子 觸感精硬 像蠟燭 眼千層燃花 也會生出燈花色粒 色粒子真的這麼神奇嗎 但從科學和醫學角度來看 懷疑可能是肝膽結石 或是骨骼內礦物質再結晶 目前尚未明確定論 如果是這個膽固醇結石 偏黃色或是乳白色 膽道方面的疾病 形成的結石就有可能是這種暗紅色 所以目前上就醫學的角度來說 我們覺得最有可能 大概還是一個高溫下的環境 那這些蓋子之類的礦物質成分就會再結晶 國際監視科學期刊也指出 遺體經過1600度火化 解晶體可能是球形或花形 就是所謂的勢粒子或勢粒花 只是幸運法師生前說自己沒有勢粒子 原集後 弟子公布照片 引發外界各種面向熱烈討論 記者的高雄綜合報導